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金 那上次啊,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聊到 跟教育相关的议题 那这个议题听起来虽然有点严肃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 谈教育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从我们生活周遭 就是说起 而且跟我们生活周遭是有关的 然后啊,我这一次就是邀请到一位 嗯 雅特你算是网红吗 没有 没有,我就是podcast而已啦 就做podcast节目而已 然后大家可能听他讲国语 可是等一下他很特别的是他有一个就是台语的podcast 然后呢,他的台语节目非常的特别 就是会用一些台语故事 重新编创的一些台语故事 然后讲给大家听 然后有些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些科学的那种台语故事 那因为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 哎,讲台语好像都会有一点刻板印象 认为说,哦,台语好像就没落了 没有人要听了 嗯,所以啊,我就很好奇说 哎,雅特你 雅特的就是,雅特为什么会想要就是 你是发愿吗? 就是来做那个台语的podcast 哦,啦,我没关系啦 我是一定要先打个招呼才对 对,你先打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哎,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迪,阿迪来开讲的阿迪 我本身是一个podcast 就是我有在做podcast的节目 但是我的节目是目前是全台语的 那台语主要是在说 台湾在地的故事历史 就是方式民情 包含全台湾国地 像台南也有做过这个三大纪案 清台乎乡三大纪案 因为我本身是亦然人 所以也有很多亦然的故事 который会让人家亦然就是比较唔 那全台湾国地 大家都能听到esser 耶。我啊 啊,啊 阿律嘛 阿律是大语嘛还是英文 诶,英语 英语 如果大家详细详性 大语,阿圣 华语,阿特就这样 用华语 Sacré 有这样 Morgen 我今天都說我是富士人 然後可是我的台語其實很弱 然後但是有一次第一次聽到雅特的那個 那個節目他講台語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太特別了 而且你們有覺得 所以今天你們的台語聽到 就是昨天之前說一些台語 那如果說不懂回答的 我可以給我解釋一下 用解釋嗎 解釋比較嚴重一點 解釋一下 給我解釋一下 對阿爹你可以跟大家說一些 為什麼你的想說有沒有 不好意思我才有回答的 但是也沒關係 因為阿爹今天他們家的娘們給我吃飽 所以今天你的節目會很熱鬧 如果是國語有台語 有時候還有回答的 有時候有娘們的聲音 好 阿爹你會讓大家知道 是 阿爹你會讓大家說 解釋還是說你是怎麼想用台語來做Podcast 其實我剛開始做Podcast是很高興的 因為這是跟我自己的工作有關 因為原本是 目前還有就是在 藝蘭的傳統市場 傳統市場 在裡面 我不是在裡面沒東西啦 我是發市場 發市場就是你要管理市場 所以我們通常會講市管員 我最想就是你幾個市場 通常是跟外界啦 要拿多少台啦 或是有些話動啦 選團啦 頂頂很好問題 我最想只要跟市場有關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處理這樣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做這件事 希望讓大家了解 大家不知道的傳統市場 裡面不一樣的面相 像譬如說 可能大家都會認為 傳統市場很人情味 對啊 對啊 但是那是對客人啦 不是對我 所以我就有很多 擔憂啊 但是你們不是去白街那些 玩家的事情嗎 是啊 是啊 那是怎樣的 沒有歡迎你們的 也不是說沒有歡迎啦 應該是說 一定是大家都這樣做成你的人 對客人跟對自己人也是不一樣嘛 然後對自己人總是有不一樣的要求 尤其因為我們是算公部門 公部門 當然很多事情都會希望公部門來解決 所以這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態度 當然不是說他們態度很壞 但是總是你的感受就說 喔 這個你去市場 你因為傳統市場就很正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當然裡面也有一些 我們說光怪路里 很多奇奇怪的事情 所以想說我們來做一個節目 讓大家了解說裡面有很多 對市場管理的人來說 我們看到的團統市場 跟一般消費者看到的團統市場 不一樣在哪裡 所以就開始是這樣讓大家了解 那時候我用的是法律的方式來說 是是是是 當然因為有些我們說平靜 有些困難就是有的東西 因為我們還在這個工作裡面 沒有說到太白了 因為我如果覺得說 這比較嚴重一點 有一些太黑暗了 可能 沒有沒有我們不要 沒有關係就是太黑暗 嗯 怎麼樣太黑暗應該不會吧 譬如說 他會不會拿過季的那個肉來賣嗎 嗯 黑暗倒不是說對消費者 就是有很多 市場 對對對 傳統市場 不要跟得了那種事情 跟頭的嗎 嗯 嗯 沒有跟那個程度 但是 很多有的沒有的啦 就是 沒關係 因為我手頭還有雅琪啊 我也有可能 早市跟夜市都有 欸啊 早市跟夜市 早市跟夜市 複雜度會不一樣嗎 譬如說早市就比較沒那麼複雜 夜市比較複雜 會這樣嗎 各有各自的複雜 只是複雜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他的消費客群不一樣 定位不一樣 所以當然他的 會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 不是說夜市 就是可能晚上工作會比較累 然後比較 就是比較愛困 所以情緒火氣會比較大 呃如果是業者的話 那就不一定 他可能隔天睡比較晚啊 嗯 所以這是不一定 可是因為你會遇到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嗯 所以就是有很多那時候在做節目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第一個單元主要做的是 以傳統市場為主 但是即使是傳統市場 可能有一些比較 現在也許不是那麼適合 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做到一個 一個瓶頸 那加上那時候 因為我在傳統市場也就是講台語 跟大家溝通 所以那時候就會想說 欸啊如果 有做台語的頻道其實 或是做台語的節目其實會是更有趣的 那時候會這樣覺得 嗯 那因為主要那時候的互動的對象就是因為 既然他叫聊 因為我的頻道名稱叫雅特聊聊天嘛 然後所以我一直希望是透過 互動聊天的方式來傳達東西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搭配的對象 也許是我的同事 也許是跟我合作過的廠商之類的這樣子 哦 那那時候我通常還是對他們講 一般我們說華語或國語這樣子 哦 可是如果真的要談市場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有台語介入會比較好 所以我也其實訪問過 比如說肉鋪的老闆娘 豬肉攤 嗯那我就會 因為那時候為了顧慮到大家聽眾的關係 所以我是台語跟華語會交錯的講 對對有點像是我現在這樣 可能一下華語一下台語這樣講 對那後來只是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欸我如果有機會可以做全台語的內容 應該會更有趣 嗯然後後來中間 因為做這個內容也 顧慮到有一些東西 不是那麼適合全部講光 所以有休息了一下之後就改成 呃第二個單元就開始 或者所謂的第二季啦 就開始做我覺得有興趣的人的訪談 嗯那訪談就會遇到比較多的問題 我想大概Podcast的前陣子 從去年開始也遇到過就是 你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嗯有可能會 不太方便跟別人訪談 嗯那我不是很習慣做線上訪談的人 嗯哦 所以你其實訪談不是像我們這樣用線上連線 其實你是面對面訪談 對對對 是是是我所有的訪談都是面對面 我甚至有呃跟訊音人訪談 那他就真的把兩隻老鷹帶到錄音室來 噢真的喔 對對對然後老 那那個老鷹就在錄音室裡面打架 哈哈哈 就是我覺得實體的東西也是比較有趣的啦 對 好的 但是因為你就遇到疫情啊 嗯嗯 欸沒有現在讓人要給他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我我帶我進Podcast的這個 入門的老師 就是前輩他其實就一直都是用 用就是就是系統來錄音這樣子 所以我就一直一直也 也也就是覺得就用這個系統蠻好的 對那其實我們前幾集的節目 因為我的我的節目是訪談那個傳統公益老師嘛 那很多傳統公益老師他們其實連Podcast是什麼 他們其實都是第一次遇到我 然後第一次接觸 對我想說你那個菜市場應該是很多 大哥大姐應該也是這樣嘛 嗯 對啊 那所以我就 對啊 啊所以我就必須把我的設備麥克風啊 然後那個電腦帶去他的工作 工作室這樣子 那很好玩的是就是我們前幾天 前幾集的錄音就會有聽到那個Echo 因為有一次我還在廟墊 廟墊裡面有人訪問 啊有一次是起人的辦公室 啊裡面就阿貓阿狗的聲音這樣子 嗯 那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 嗯 嗯 所以說就是每一個人他錄音的方式不一樣啦 那阿貓其實對我來說也是前輩 前輩 前輩 前輩是這樣嗎 是這樣講嗎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啊你看他一孤年一個開始啊 孤年嘛 欸 其實我是 我想看看 孤一九年 就開始了 孤一九年 孤一九年 對啊你已經做了三年 沒有孤一孤年 孤一孤年 兩年我 對啊對啊 我其實孤一孤年 孤一孤年 是做餐廳是 六過四號 剛好是六四 嘿 一剛開始所以 就是兩年痛啊 大家已經吃過車了嘛 對啊 所以你是前輩啊 嘛 都差不多啦 都只是差不多 幾天差不多多少 對啊 然後所以大家在聽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說 那個亞特他講的那個邏輯性 就會比較強 因為有時候我講話都會有結八的 那個感覺這樣子 嘿 然後 雅特這邊 欸我剛剛想到一個問題 怎麼突然腦袋一片空白 沒關係 你先想我把剛才的過程補充一下 好 給你時間想 因為我就是做風淡 也是以化理為主 但是那個時候 有獨特一個是 他有做Podcast 是做台語的 但是他本身台語還沒很冷凍 就是他當在學台語 把他自己練習的東西 變成他的內容 我會給大家看 給大家聽 我感覺很粗味 而且他也是吉蘭人 所以我就跟他學 就是跟我們吉蘭這邊 直接現場跟他錄音 那時候也是說化理 因為我全部說台語 他可能沒辦法用台語音 但是就給我有一個想法 想說 反正真的有這個機會 可以改成來做台語的病毒 但是你那時候也不想說 如果要做台語的病毒 又要做什麼 因為你有藝源 你也要有內容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在想說要做什麼內容 後來又在白人的病毒聽到人在說一個都市團 所以是那個 為你說大火 威爾康大火 台中那個巿 剛才在說一個都市團 這本來就是很多故事發生的時代 就是本來就是特補人都說台語的時代 所以不如我就用台語來說這些故事 那應該會很粗味 還可以讓大家中心去感受台灣本來在地的很多不同的方向 中心去把過去的東西找回來 對啊 我可以讓請問說就是你的台語啊 你的台語這麼冷凍是後來這麼久的還是你身份就是這樣 要說 台語本來就是我的母語啊 嗯 所以我本來就小時候會說台語 我家裡的人也會跟我說台語 包括我以前家裡還有阿祖在你 阿祖他就像他是日本時代過來的人 所以他會說一部分的一個技 其他部分都是台語 他不會說法語 他也沒有歐過 所以小時候本來就是自己說台語 大後當然你去外面討論你會說法語 但是就要來說這兩款技研究 因為我小時候接受台語 台語一直都沒有消息 所以兩邊東西都在修用 那後來 聽到後有去寡議團吃過頭囉 寡議團 寡議團 但是不用演戲啦 演戲以外的事情都要做 那你要弄購嗎 還是敲鑼那個音樂什麼的 文武平 那是文武平 文武平有專業的學習會去處理啦 那就是做行政啦 行銷啦 啊 夠厲害 但是因為你要跟導演 要跟永遠去合作 那有一些過程 比如說新的戲 我們要做一齣新戲 它有一個過程叫做託本 託本就是說我們 基本拿來之後要全部託過一遍 嗯 就知道說裡面 冰局在寫的時候裡面這個書有寸嗎 是不是到要稍微怪怪的 要用來用來用來用 因為人在寫有等下 你自己也有稍微糟糕 也不會有那個感覺 所以你要讓永遠去託看 但你不可能 所有人是出於過六十個的永遠 你總不可能找來 嗯 所以都是主要永遠來 那其他的教育 其他的角色 當然就是 人家的行政啦 這些人要下去倒黏 所以你算是那個 獨本緣就對了 是沒有專門有這個職業啦 但是我們本來都會落到三天 去做會託這樣 甚至你有發現說 原來有的 呃 永遠的台語 他不一定有你想的那麼好 你電動就要去說 哦 你這不是這樣黏 這個台語這樣黏就走正氣了 也是會有 因為有的日子比較久看到 反正我們就要去兵一些過期的日點 去比對這樣 所以這部分也有一些 婚姻的經驗啦 就是說 會比較注重 在SD有辦法說出來的台語 不是只有一般的 我們說很白的 我的日常生活當中的台語而已 還有 有更多的可能會 更本緣的說話 那就是 因為在法語裡面 我們經常本緣白的 我們都會用到 比如說我們用很多成語 因為剛才的官員 對 我們覺得這個很正常 對 但是在台語裡面 譬如說我一樣可以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但是 其實因為我們的使用環境沒那麼多 對 你用越多就越有機會 它會越複雜 對 越可以用在各種地方 對 所以 要不要去做條件 你的經驗裡面其實有 談到兩個很重要的點 第一個就是宜蘭 它本來就是歌仔戲 歌仔戲的大本營 對 我以前還聽過就是 呃 呃 林茂賢老師 林茂賢老師 提到說就是以前宜蘭 還有那個子弟戲 呃 它是落地少 不是落地少 子弟戲 子弟戲你說應該是北冠 嗯 它的意思是說 主題是上去北冠 對 它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以前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年代 應該就是那個 權貴的子弟啊 全貴的子弟 就是都會去 可能福倫社 或者是 獅子會 但是以前早期 權貴的子弟 其實是可以演歌仔戲 欸 那一般是做北冠戲啦 北冠戲 北冠 北冠是北冠 嗯嗯 對 台灣的這個 通通被騙 尤其是宜蘭 過去 北冠很失敗 所以 甚至因為它又分 新牌 骨牌 又是 垂皮的關係 對不對 對對對 全是在宜蘭 在宜蘭 都會出人名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會出人名 都會出人名 因為過去這個時候 是在宜蘭開始 玩起來了 突然到像台北 雞人 華人 都因為這樣 也很會打起來 對 所以主題 主要是在 說北冠戲 那宜蘭另外一個 說各冠戲有關的 就是 早期的 本地冠 嗯 本地冠是 因為路地燒 那種形式 開始起來 比較簡單 如果過去都是 是女人 在做的 女人也是女人做的 嗯 落地掃的概念 是不是就是比較是 平民老百姓 在演的那種 地方小戲的概念 對對對對對 對嘛 然後 骨牌本來就是 一般的說什麼啊 一般就是 說它是 比較輕的 比較少 比較簡單的 所以比如說骨牌 就是 它不是大雕 它是小雕 嗯 它在地獄上 上面跟 北冠就不一樣 北冠是更複雜的 已經 發展得更好 很複雜的東西 對 沒什麼一樣 哦 哇 謝謝你的釐清 然後 然後老師講的第二點啊 就是 呃 以前其實台語 為什麼廟口都有 都有戲曲 其實以前就是 那種像歌仔戲啊 或者是布袋戲 其實早期的人 他的娛樂就是聽他 在在廟口聽這些歌仔戲 或者是布袋戲 他的他的 你們叫什麼 口氣 口氣 就是聽他的 調 然後去聽他的聲音 是在學他的 他的 類似有點學習他的文學 跟學習他的 他的 詞韻的美 的意思 就是用台語 對不對 嗯 呃 應該說 無關是 布袋戲 或者是 歌 他當然是受到 啊 福建 像 啊 傳酒比較多人 傳酒也有 很多這邊的 窮口跟他們的 過去老學 來的 文學作品 的影響 所以他當然是會 團過來 如果在台語裡面 算是 比較文言的 流團 文言的文學的流團 那是很多東西 留在裡面 沒錯 嗯嗯嗯嗯 對 所以其實 裡面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講到這個 其實有講到那種 政治或歷史的轉移 就會有點 有點沮喪 啊不誰這樣子 因為像你剛剛提到 阿祖是講 日語 就很明顯就是以前 黃明花那個時候下來的嘛 講日語跟台語 那我阿公其實也是啊 就阿公以前就是 他 過世的時候 就是要 呃就是住急診 呃就是在 那個叫什麼急診嗎 不是 在加護病房 病房的時候 他唯一可以寫的文字 其實是日語 對 他沒有辦法就是 寫我們認識的那個國字 然後一直到後來 就是 呃國民政府來 然後一直到現在 其實等於是 呃我們以前在學習文學類 其實就在廟口 然後聽那些傳統文學 就是典故 就是很文言的台語 但是後來因為 政權又轉移了 所以我們到學校 我們學比較正統或 正統的語言或文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講國語 然後台語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種比較生活化的用語 對不對 嗯嗯 對其實是有 有這樣的歷史脈絡 然後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 所以 為什麼亞特今天 會來我們節目就是 有一個很重大的任務 就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台語 他其實也當 很文學 嗯嗯 很穩合的 他其實是有他的潛途的 嗯 是 是這樣對不對 嗯 應該說 過期當然我們說國語 我們現在說華語嘛 我們說國語 那是他由他的政治需要 去設定出來的 並沒有一個議員 是很國語嘛 嗯 那不管他今天是 什麼議員 都有可能的定性國語 那經濟目前的這個 國家議員發展法來說 是所有台灣本土的議員 不管你是台語 客語 客語所有的境界都是 嗯 還有一個各國族的 各國族的各國族的議員 全部都已經是國語 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像剛才頒獎頒獎的 獎是宜蘭卿的公法 然後頒獎是宜蘭卿的公法 金客獎頒 剛才頒獎頒獎頒獎 這個中項 中項他就有分什麼 法語歌手 台語歌手 但過去 他是說國語歌手 哦 所以為什麼把國語歌手 在那應該是今年的款 改成法語歌手 法語歌手跟台語歌手 客語歌手跟原住民語歌手 其實都是一樣的 沒有一個比較高的意思 沒有一個比較高的意思 他有這個用意在裡面 原來是這樣哦 台語其實是有文字 而且台語的文字很多款 這是說因為 呃 當然 早期的人本來就比較沒機會讀書啦 你比較好 當然在在清朝時期 可能 呃 台灣比較好的人 有他們都要讀這個漢學 漢學 漢學是可以用 原本的台語去念出這些漢字的 是 不管是台語還是因為 法語其實都是 大部分共用一套漢字系統 嗯哼 像是這個漢字 他在法語 甚至是日價值 以 succeeding œ mode 它的漢字 法語 也有這些漢字 一樣的漢字 反正ments 聽說 台語 對漢字 或者那些漢字 這個漢字 它就有辦法 它會有nel 然後 日本的日跡 與漢字 都是順利 alleen 真的 漢字 電視 亦 看得了 韓劇應該也有一些漢字 有的他們也是用他們的念法 他不會跟我們一樣的 同一個系統但是不一樣的 理念去使用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不是白癡的 因為就是生活系統跟生活脈絡的關係 所以一樣的脈絡 但是不一樣的符號展現 但其實是相同的意義 對相同的意義或相同的意思 大部分可能都會不一樣的意義 同一個字在不一樣的意義 發音不一樣的意義也不一樣的 當然在漢字以外像台語 本身還有百多年前的八位字 通常是老馬字的拼音系統 像長老教會長老教會 像有時候有名的 台灣第一份報索就是 台南的長老教會 長老教會發行的那個教會報 和俯成教會報 那裡面就是八位字 全部都是老馬字 一個漢字你都看不到 一看像是寫英語 不是全部都是老馬字 你念出來就是台語了 對 這個系統 對 也是一樣也是在寫幾篇 對對對啊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是西方人 他們要傳教嘛 所以他要學我們的語言 然後他先用音譯 然後再用他們的符號去傳傳授這樣的 的概念跟系統 所以其實 嗯 怎麼講我覺得人類的脈絡真的很有趣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謝謝 阿 阿特 阿爹 阿爹 好來我們謝謝阿爹 給我們帶來就是第一集 這麼震撼的就是台語 台語 台語蛋這樣子 然後我們知道說 喔原來台語有這麼多的脈絡 然後有這麼多有趣的淵源意義 然後從歌仔戲 從歌仔戲不再戲 然後講到那個長老教會 不過齁大家要知道 其實因為 亞特阿爹 他是伊蘭人 有伊蘭Q 巴布Q 我是台南人 有什麼人 我雖然台語不好 不過我有我的台語Q 所以呢下一集我們就來 嗯聊聊就是南北腔調的差異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們先謝謝亞特 耶 謝謝 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你們還喜歡嗎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卻遲遲不知道從哪邊了解起的 文化或跨文化相關主題 都非常歡迎您傳簡訊 或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邀請從事相關工作的老師們 來節目和我們分享他們精彩的故事 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謝您聆聽我們的節目 並且感謝這次的節目後製張永橋 行政執行陳薇如 兩位堅強的後盾 讓節目得以順利進行 同時也非常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對於本節目的肯定與贊助 我們的節目將以一個月一個主題的方式 邀請從事傳統藝術文化相關的朋友 來和我們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請正在聆聽節目的你 不吝惜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禮拜頻道上見 拜拜